我自己还是给政府 给自己打5分吧 可能刚刚好几个 但是又不是很好的成绩 我觉得整体来讲 传军政府可能有6分6分半 这个政府可能很多人觉得 他有一点答应了都还没有做到 但是讲的是 因为疫情政府上台过后 因为我们有之前的这个经验 就是自政在半老倒台 所以这个政府的那个稳定性很重要 所以我们前面一段时间 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去稳定整个政府 6株选举过后 它就相当于稳定下来了 然后我们又要面对这个 比如说国际的这个行使 经济 还有这个 恶务战争等等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团结政府基本上是有6到6分 但是当然我们明白就是说 很多人可能觉得 我们还没有做到很多东西 大英人都做到 但是我想还是延迟过早 因为我们是一年了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 就是下一届大选之前 就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公平的评价了 其实团结政府在经济方面 有明确的这个方向的 在这一年里面 甚至说是明年前半年 现在到明年半年 可能有一些政策 可能人民觉得是不是很好的 不 popular 的 但是这些都是对我们经济 整个国家长远来讲是好的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National Energy Transition Plan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能源变成清洁 然后我们 Decarbonization 就是这些长远来讲对国家都是好的 但是现在做的时候就很多人可能不习惯了 然后他觉得电费起家等等 或者我们讲针对性的这个可以津贴 很多人可能他觉得 以前我们拿到现在变成拿不到了 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对国家的经济 对国家长远来讲是好的 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话 我们以后 我们会在整个这个国际的市场 会失去这个竞争力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方向的 是可能他慢慢要逐步去落实 比如好像火箭发射站这一种这样的这个项目 人家现在可能觉得不好啊 怎么浪费钱 但是你发展了起来过后呢 长远来讲对国家是好的 要怎样去让这个马来西亚的太空科技 更加晚餐的话 然后以后在马来西亚有更高价值 高薪的那种工作 所以这些都是为未来的 接下来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 如果我们是搞政治的话 我们是一直会给这个所谓的民粹 民粹 我们会推行一些民粹的这个政策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团阅政府上面到现在 当然民粹还是会有啦 但是很多其实是为了国家的残缘 因为你现在不落实的话 以后国家就会有问题 就是我这个部门的科学统疫女的辛苦 其实还有很多我觉得潜能 我还没有开发的 就是可能这一年里面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了解整个部门 所以你问我 我觉得我比自己打5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